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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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沈青应该和大家一起回来 可她倒好 直接说要住在人家家里不回来了 把婆婆气得不清 还没结婚 她就直接住进南方家 怎么说都不像话 沈青婆家条件不好 住的还是老房子 房子在六楼 还没有电梯 马上就要娶媳妇了 他们也没说要翻修一下 虽说自家条件也没有多好 但沈红结婚的时候 公婆还给他们买了一套房子 婆婆看出沈青婆家 没什么诚意 一开始坚决不同意 奈何 沈青喜欢非要嫁过去 婆婆只好妥协 沈青本来生意是挺懂事的 后来是因为生病吃了激素 一下子就肿胀起来了 再加上她个子很高 一点胖一点也不知道 她就越发的自卑了 她老公蒋伟峰长得帅气 嘴巴又甜 哄得她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要不是蒋伟峰家里条件不好 估计都看不上沈青 听说她有个前女友 就是因为家里不同意分手的 只有沈青 善感地要嫁过去 还经常倒贴 当天晚上刘华正想跟沈青说 沈青拿走衣服的事情呢 沈青就先开口了 沈青要搬去家里的老房子住 说她和公婆住一起不习惯 这都住一起几年了 以前都没听她说不习惯呢 怎么突然就不习惯了 刘华有点纳闷 但她不好再说什么 就随口问了一句 他们打算住多长时间 沈红没说话 刘华知道他们是打算长期住下去了 本来老房子之前租出去了 因为是一楼比较潮湿 租月到期后租客不去租了 刚好沈红和刘华商量一下 简单装修一下再租出去 没想着房子养好了 还没出租 沈青叫搬进去住 毕竟是自己的妹妹 刘华知道 沈红和婆婆肯定是向着她的 就这样 沈青和她老公搬进了老房子 那天刘华去给客户送资料 就在老房子那个小区 她刚准备走 看见沈青公婆拎着菜回来 一副熟门熟路的样子 她刚开始没注意 因为他们是给沈青夫妻俩 送个菜什么的 可是他们直接拿出钥匙 开门就进去了 这下刘华有点纳闷 她走过去 绕到窗户那往里看 才知道不但沈青夫妻两个住在这里 就连她公婆也住在这里 这下刘华沉不住气了 她想进去理论一番 她又觉得不妥 也不知道沈红和婆婆是否知道这事情 她回家就告诉了沈红说 你知不知道 不但沈青两口子住在老房子里 她公婆现在也住在那儿 这算什么事啊 沈红不慌不忙地说 知道啊 前一阵子沈青说 她公婆年纪大了 老房子那儿没有电梯 她们天天爬六楼吃不消 反正家里有空房间嘛 就让她们 你搬过去了 以前楼梯都能爬了 咱们现在吃不消了 那她们的老房子呢 就这么空着 听沈青说 好像是租出去了吧 反正空着也是浪费 沈红说 刘华琪的说不出话来 沈青真的是一心为了婆家着想 说不想和公婆一起住 就是借口吧 她先自己搬回去 再让婆家搬进来 他们自己的房子收房租 揣着娘家的好啊 去讨好婆婆 还真的是妥妥的恋爱啊 刘华还真没见过 这么为婆家着想的 这次她算是见识到了 刘华越想越气 就朝着沈红嘟囔了几句 你妹妹也是奇了怪了 她是被蒋伟风 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真是有什么婆家忘了娘家 沈红嘴巴动了动 最终也没说什么 她大概是知道刘华的脾气 刀子嘴都不心 你就不和她争论什么了 说了只会让她在心里 更加不痛快 说不定两个人还会在吵架 没过多久 突然下一场大雨 雨刚小一点 沈红接到沈青的电话 说家里进水了 现在实在没办法住了 她给沈红打电话的意思是 想让沈红把他们接到家里 住一段时间 刘华当然不同意 可眼下也没有办法 沈青说房子里全是水 确实没法住 沈青婆家的房子 在出租只能先住到自家 等雨停了再说 家里突然多了几口子人 地方一下子就小了 而且还很别扭 又过了一周 好不容易雨停了 刘华想了赶紧 带他们去看一下嘛 把房子收拾一下 让他们一家人 赶紧搬进去 可回去一看 家里的水 还没有完全退去 屋子里一股难闻的味道 沈青捂着鼻子说 这味道也太大了 家具还泡了水 这怎么住啊 那也没办法 这点收拾收拾 家具泡时间长了 就不能用 冷 没有话说 他们收拾了老半天 才把屋里的 这周围环境给弄干净 该清理的清理 该丢的丢 又锁了些空气清新器 可还是掩盖不住 一股发霉的味道 把房子里收拾完 他们一起回去了 回到家 沈青跑到婆婆面前说 妈 你不知道 现在那屋子里啊 那味可难闻了 又吵又湿的 我现在可不能搬进去 等过一段时间 三三味再说吧 婆婆为难的 看了一下刘花说 那只能这样的 行吧 刘花还能说什么呢 老房子那儿暂时 确实没什么办法搬过去 让他们出去住酒店 也说不过去 刘花只能祈祷 沈青他们再次家住的时候 不要闹出什么 要额子之类的 这好不容易吧 过了半个月了 刘花想着 他们应该可以搬了 他没事的时候 还去老房子那儿 开开窗户 塞三味呢 房子味道也散了不少 可是沈青他们 还没有搬出去的意思 刘花也不好意思多催 让沈红去催 沈青说 那房子 踢脚线都发霉了 想找人重新弄一下 不然看得难受 而且沈青公婆年纪大了 怕他们住在发霉的房子里 对身体不好 想找人 拆掉重新装修一下 也可以啊 这么简单的事 找人重新收拾一下 不就行了 可沈青自己就是不去 就等着沈红找人收拾 免得自驾花钱 刘花真的是对沈青无语了 他真狠不得掰开 他脑子看一下 里面装的到底是不是江湖 为了请走这几尊大神 刘花让沈红赶紧找人 把那老房子重新弄一下 收拾好了赶紧让他们搬去 他实在不想再看到 他们那副罪恋 房子很快弄好了 神情他们也搬走了 刘花也觉得家里的空气 都是甜的 他本以为送走我们 自己就能高整无忧了 起码自己能松快一些 可他偏偏又看到了 不该看的 那天 刘花陪朋友一起去看房子 因为朋友呢 要结婚了 刚走去寿楼处呢 他远远地看见 蒋伟峰一家 坐在圆桌边和销售谈判 刘花不想和他们打招呼 就装作没看见 他心想 他们是打算买房子了吗 怎么没看见沈青呢 刘花是一朋友坐下来 他背对着他们一家 销售刚走 只听见沈青婆婆说 那个老房子卖了 我们年纪大了 怕了不方便 现在那个有电梯的方便啊 蒋伟峰说 就是啊 妈 还是你聪明 老早让我们都搬到了 沈青娘家去住 现在买了房子 写着你们的名字 就算以后离婚了 也和沈青没关系 刘花听得余里无理的 又是 新房子 又是说离婚的 难道江伟峰打算和沈青离婚 他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说不定他们买房子的时候呢 沈青都不知道 刘花虽然平时看不上 沈青为婆家拼命付出 但他们这么明目张胆的 欺负沈青 他更看不惯 这一家人真够自私的 他怕沈青看不清这一家人 也怕沈青和婆家人 一起住在老房子里 自己家的租金就要无期了 刘花就想办法 套了销售的话 这才知道他们还没有签合同 没签合同就好办了 那他就想办法让沈青知道 他想就算沈青结婚 也是能够看清这家人的 沈青不相信 刘花告诉他 如果不相信 你可以去看看你婆家的房子 是租出去了还是卖了 沈青半信半疑的走了 沈青为他们付出了那么多 他们卖了房子 买新房竟然还背着他 刘花真替沈青不知 不管怎么样 刘花也不希望沈青被他们欺骗 刘花希望通过这件事 沈青能够看清他婆家的嘴脸 也想让他知道 无休止的付出 只会让他们更加的得孙进尺 刘花也把自己听到的事情 给沈红和婆婆说了 沈红要插手 刘花让他先不要管 这是他们夫妻的事情 关键还得看沈青怎么想 就让沈青知道 他公婆和蒋伟峰的所谓所为 才能让他彻彻底底的 看清他们一家人 没过半个夜 沈青给家里打了电话 说他公婆不仅卖了房子 还要买新房 而且蒋伟峰还背着他 跟初恋联系 蒋伟峰还拿着他身材说事 他现在彻底死心了 沈青说他要和蒋伟峰离婚 不想再看见他 占着他的便宜还骗他 还把他们一家三口 都给赶了出去 刘花知道 别人说什么都没有用 只有让沈青自己想通了 他才知道应该怎么做 沈青很快就办好了离婚 刘花还让他搬到自己家里住 他怕沈青刚离婚想不开 怕他伤害自喜 刘花带着沈青去锻炼身体 给他制定减肥计划 他想让沈青恢复以前的身材 也想让他自信一点 他想让沈青明白 爱人之前想爱自己 未来的路还很长 只要你自己心向阳光 留掉错的人 终归会遇到对的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呢 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动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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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度就请不请你